NCC委員的法律和廣電媒體專業能力不足 因此做出的處分常常會有嚴重的法律瑕疵 媒體業者不服 所以呢這個徵送的量非常大 委員這個訴訟案子是117年 我沒有請您回答陳主委 NCC的這個監理的績效 他的成績單是每況愈下一落千丈 但是他的訴訟業務卻是蒸蒸日上 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在2020年總統選舉裡面 那麼曾經針對中天新聞台 當時做了很多的處分 都是針對選舉的新聞報導 在20024年 我們才剛剛經過的總統選舉 NCC有沒有依職權開始進行調查 降帥無能累死三軍 黨政軍退出NCC才是當前改革的重點 現在的經營廣電媒體業者或是新聞的平面媒體業者 他們基本上已經不太敢奢求還有什麼高獲利 能夠收支打平 就這個謝天謝地啊 能夠圖生存 求生存圖文保就不錯了 那麼當然我也不認為政府應該要給予這些廣電媒體產業 或者是說一般來說的新聞媒體產業有夠多的這個輔助輔植 因為基於我認同在我們談到這個新聞媒體法上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國家應該要與媒體保持一個遠距原則 那麼所以我認為政府其實不該介入媒體的這個輔植發展 但是也不應該要給媒體太多的限制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整個的管制環境是給媒體太多的束縛 綁手綁腳 制定了非常多不必要而且沒有意義的管制措施 讓他們無法施展 我這個圖是我從這個NCC在112年才剛公布的這個通訊傳播事業的這個報告書裡面所擷取的 我自己呢又在幫你們補畫上了112年的這個有線電視訂戶書跟普及率的這個圖表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從一百零五年一百零六年當時我們的有線電視的家庭普及率都還有高達六成 都還有六成 我記得我當年信息委員說那個時候大概還有七成 哦 那麼呃 一百零五年一百零六年之後就差不多只剩六成 大家看看在現在 從一百零六年之後 有線電視訂戶數的普及 訂戶數 以及普及率 明顯的下降 至少從基本上從百分之六十 減少到百分之四十八 這個是非常非常 呃 大的一個差距 哦 那麼 訂戶也少了將近七十萬 大家知道這個對於業者來講 哦 呃 這個大概一年就是十億的損失 哦 可能都還不止 哦 那麼看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 我想問問看 呃 請問 院長您看到這張圖您有什麼看法 哦 時代在變遷所以有線電視 呃自然而然的就會訂戶率會下降 家庭普及率會下降 這不只在台灣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當然啊 啊這個業者本身要妥善的經營 那政府呢 實際上已經給業者 很好的經營的這一個法規的這一個訂定 那世界潮流很難逆轉啊 哦 世界潮流很難逆轉 你剛才也講過 是的 我知道因為是網路媒體的發展 但是我知道很多國家都還非常積極努力的要去維持Cable TV的市場 大家不要忘記了其實有心電視人然是我們台灣的主要的主流媒體 那就這個部分來說 呃我認為說在緩步的下降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叫一落千丈 不過是短短的幾年 少了11%12% 這個叫做合理 我基本上是打這個很大的問號 那接下來我想讓大家再看一張圖也請院長看看 這是我們NCC102年到112年的廣電訴訟案件的訴訟費用 好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這邊呃這個圖表上面所顯示的 是他目前為止已經定驗的訴訟案件 據我瞭解目前還有八十幾件的訴訟案件是在高等行政法院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訴訟費用也是從106年開始 直線攀高 請問院長這代表什麼意義 我想請院長說 這個是不是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比較細節的不妨想委員 不需要太多細節 我想就是院長從您一個作為這個研究學者來看 您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圖您的感受是什麼 這個圖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一旦有訴訟的案件 我們就應該要來好好的讓司法來相信司法尊重司法 而且司法已經有做過很好的審判 審判的結果呢 你也很清楚我就不用再多說 我的OK好了謝謝 我接下來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要趕快來講了 我想要講的是就是說在現在的大家看到的訴訟定驗裡面 那麼光是以2022年跟2023年的兩年的已經判決定驗的廣件訴訟總共有30件 其中NCC勝訴20件敗訴10件 它的敗訴率高達三成 這個在一般的行政機關是非常罕見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公平會 公平會所做的這個處分 它的不服率 它的這個訴訟率 它的勝訴率是遠遠高於這個NCC 其實敗訴率大概也頂多只有10%左右 我從這張圖我只是想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NCC法NCC委員的法律和廣電媒體專業能力不足 因此做出的處分常常會有嚴重的法律瑕疵 媒體業者不服 所以呢這個徵送的量非常大 委員這個訴訟案子是107年 不好意思我沒有請您回答陳主委 我跟委員去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請你尊重我 作為立法委員的質詢的權利 那麼不僅是這個業者不服 連行政法院呢也直接打臉 在過去有很多的案件我們都可以看到 行政法院基本上是撤銷NCC的原處分 所以從上下這兩張圖裡面 我可以看得到就說 大家知道NCC的這個監禮的績效 它的成績單是每況愈下一落千丈 但是它的訴訟業務卻是蒸蒸日上 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那當然NCC這幾年的施政不加著 這個是這個大家社會普遍都有這樣的認知 那麼尤其是我想陳主委 您在這個領軍NCC的這幾年 其實爭議不斷 那麼我在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不再贅述 那麼我想這個幾個案件 都是眾所矚目的案件 那麼 這些案件我們都要說明過了 不好意思我並沒有請教您 那我是說明一下 正所謂降帥無能累死三軍 其實NCC它有一群非常優秀的事務官幕僚 我在NCC待物我非常清楚 我們先會你會我非常平順 請您尊重我質詢全力 那麼但是在高度政治化和NCC 在高度政治化的NCC主委和 以及委員會的帶領之下 我現在發現在NCC裡面是政治凌駕專業 政治凌駕依法行政 原本應該是中立獨立的行政機關 要維護言論自由 維護新聞自由 但是現在卻變成像是警總 我不知道有哪件事情 可以讓NCC委員會現在可以去說明 你們是具有獨立性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還請主委之後 您可以提供您的書面報告 來證明您的獨立性 我們業務報告所歡迎委員的提問 那麼現在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認為說NCC基本上 他很可惜 他已經不再獨立機關 變成是政治的打手 成為選舉的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指控 請不要違反意思規則 不好意思 他在用我的時間 好 時間暫停 那麼根據內法委員治權新司法的二十二條的精神 對於委員質詢之答覆 需由行政院院長或 質詢委員指定之有關部會首長答覆 委員如果沒有指定 敬請部會首長不要搶答 謝謝 請繼續時間繼續 好 那麼我認為現在台灣媒體環境最該改革的 其實不是不見得是媒體業者 而是監督機關NCC NCC委員會的非專業化和政治化 已經失去作為獨立機關的基本資格 比一般行政機關都還不如 我們認為我本席認為 黨政軍退出媒體已經不是重點 黨政軍退出NCC才是當前改革的重點 接下來我還要再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有關於在選舉期間的新聞媒體報道的這個事情 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NCC在2020年總統選舉裡面 那麼曾經針對中天新聞臺 不該挺韓然後呢等等的 那麼在當時做了很多的處分 它都是針對選舉的新聞報導 可是在2024年我們才剛剛經過的總統選舉 NCC有沒有依職權開始進行調查 有線電視新聞臺的新聞報導和政論節目 到底有沒有特別偏袒某個候選人 有沒有特別打壓某個候選人 那麼電視換票的問題基本上非常嚴重 這個陳炳宏教授投書說三立財經台在開票的一分五十五秒吧 就已經開出了千百萬的票 NCC有去查核嗎 有去查核嗎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一身俊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費有一身俊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俊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一身俊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費兒醫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客費兒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每天吃兩天 … cu sais ball … 自己會想道理 ! 詞 Kre禮 內 詞 布 Mex 速度 entrance 操 PLAY arri 拿 by bwd6